你这样吧 你就说见钱意大利总理 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是你举办的一次活动 还是你受邀参加的活动 你怎么获得与他合影的机会 你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专门做这个国外各国家的总统啊 总理之类的到中国的一个访谈一些活动 我知道嘛 就乔傲智库嘛 就专门做这种演讲的嘛 然后请一些当初的前官员啊 这样的一些种方处来交流嘛 你在干什么 因为我跟他那个活动 主办反正我们是朋友嘛 你什么也没干 只是朋友来拍个照是吧 对对对 东升 就现在我看你在记忆最深刻的事里写的也是 见钱意大利总理和这个毛里求斯 什么阿米纳 就是你刚才照片的这些内容 就是你让我感受到 你很享受这种 好像所谓的名人 好像所谓的活动 所谓的浮夸的高大上 但是没有看到你内核的东西 我想对东升你说 如果你要想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一份 可以满足你生活需要工作 第一是现在做接地气的事 比如说你能干什么事 然后呢你觉得比如说销售 或者说你希望做某种你过往 做过事情当中的 比如说运营或者啥 你就具体就某一个岗位上来说能力就行了 要不然的话就聊得太飘 我对像黑洞啊 包括那个杜子坚老师 还有星空 来 来 这两家投资公司 你想进去做哪个职位 市场类的就行 后期销售也可以 销售什么 产品和服务都可以 什么产品 没有仔细地去 但是我知道 所以你对他们俩并不了解 只知道他们是投资公司 对 你知道投资公司一般都是干些什么东西吗 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想去 你可是一个创业了三次的人 你想去杜子坚那干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杜老师 他的这个营销特别厉害 哪个营销特别厉害 就是营销这一块 哪方面的营销 营销有很多营销 有网络营销 有现实的案例营销 广告营销 哪方面的营销比较厉害 我觉得网络 网络哪方面 自媒体 微博短视频 都挺厉害的嘛 所以其实你根本不了解 你也不了解他 你只知道说 他会策划 会营销 他具体哪方面厉害 你也不知道 就是你所有得到的信息 都是模糊的 你是瞎猫碰死耗的 我们最后这样吧 我们第一环节 还是给他一些机会 他想去的参加企业 有问题要问吗 你原来创过业对吧 你有接触过VC吗 VC基本上 没怎么再接触过 这个就 我们就很难给你留 你们还有问题没有 我没有 周子健有问题没有 我本来想 我现在想象 我不能把它做成网红 不然的话害了一批年轻人 脚踏实地 四个字结束了 来 第一轮选择 我们的续口流 我们的续口流 明镜 当时 我们的主意 我们的文件 我们的文件 是 李特伯 您的文件 在你的文件 香港的文件 我们的文件 是 按着 我也 我们的文件 那怎么办 做一些相对于稳定 但要付出劳力的工作 比如说外卖小哥 或者是滴滴司机 安安实施的 踏踏实实的一个月 挣个七八千以外 其实也挺好的 咱们别再折腾了 真的年纪不小了 三十二了 然后呢 如果真的还想要有 那种创业的愿望 等先在这个职场当中 静影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想 相信再来的时候 你不会做出像这样的PPT 好不好 谢谢你 再见 可能自己就是准备不足 一个是准备不足 再一个就是多学习 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 生活还是挺大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 不仅仅是这个赛场 人生很多的都是赛场 哪里都没想到 我们来带一下